大约十五万年前 一种长着巨型头骨 方形眼窝 巨齿森森的古人类 在中国北方那片冰天雪地的森林里自由行走 听着就像恐怖片开头吧 但你先别急着挠火焰和翅膀 这龙人的名字可不是因为会喷火 而是因为他们的头骨 是在一条叫龙江的河里被发现的 这事发生在1933年 一个工人在河里施工 结果从烂泥里挖出一颗又大又完整的头骨 当时这头骨长得太不像人了 头盖骨又长又厚 眉骨像盔甲 他当场吓一跳 索性不声张 直接把他藏了起来 这一葬就是几十年 直到2018年 这位工人在临终前才向自己的孙子坦白 我干活那年 发现了个不得了的玩意儿 孙子一听 立马冲回那口井里 成功挖出这枚沉睡多年的巨头 科学家们直到2021年 才正式拿到这颗龙人头骨 结果一研究 惊了 这头骨简直像是古今大杂烩 比如它的脑壳又扁又宽 就像是古代人类的 还有一颗牙齿 居然长了三的牙根 这在今天可不常见 但你再看那张脸 颧骨却特别柔和 和现代人类长得倒有点像 这让人不禁想问 你到底是谁呀 为了揭开这个龙人的绅士谜团 科学家们组了个画师亲子坚定天团 找来了95副来自不同古人类族群的头骨 下巴和牙齿 整整对比了600多个细节 就为了看清这位亲戚到底是哪门哪派的 然后 科学家们干了一件狠活 他们用一台超级计算机 模拟了上10亿种人类家谱的可能性 是的 真的上一种 就为了搞清楚这些古人类之间 到底是爷孙辈还是表亲远方 他们的目标是找出最简单 最靠谱的进化路线 毕竟在科学界 通常越简单的路径 越可能是真相 经过一通烧脑运算 最终推导出来的结果是 龙人居然是人类家谱上的一个新分支 更夸张的是 这个分支居然离我们现代人超近 简直是隔壁堂哥的程度 根据研究 这颗头骨的主人生活在大约14.6万年前 当时的东亚 简直是古人类大杂居 现代智人 尼安德特人 还有丹尼索瓦人 全都挤在一起生活 画面别提多热闹了 而龙人 也就是学名叫龙川智人的这个新朋友 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近亲尼安德特人 跟我们现代人关系还要近 那他长啥样 别急 来了 一位来自巴西的科学家 根据这颗头骨 打造了一张龙人的复原脸 由于头骨有点残缺 他机智地用另一种 古人类支离人的完整头骨做补定 然后结合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数据 模拟出了皮肤 肌肉是怎么贴在骨头上的 最后再加上发型和肤色 一张龙人全脸就复活了 最终的模型显示 龙人拥有迄今为止 人类中最大的头 头尾达到了66厘米 你没听错 比大猩猩还大 跟一个狮子头差不多大了 有科学家猜测 可能正是这巨脑袋 帮他在黑龙江刺骨的寒冬里活了下来 毕竟那里现在冬天 温度还能掉到零下几十度 各现在人类都不想出门 但问题来了 龙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全新物种 科学界并不统一 有的专家觉得 这家伙之所以这么特别 可能只是因为头太大了 并不代表他是另一个物种 就像现代人也有高矮胖瘦 南北差异 化石之间的差别 不一定说明就是不同人类 还有人拿龙人的头骨 和中国发现的 另一副古人类头骨对比 觉得他可能根本就属于 那个早已被研究过的族群 但更大的悬念来了 龙人会不会是神秘的丹尼索瓦人 你可能听过这个名词 丹尼索瓦人 是一群古代亚洲人类 存在了几千年 但就是没留下什么化石 堪称人类历史的失联亲戚 目前唯一能对比的 是2019年在西藏 发现的一块破碎下河骨 一些科学家怀疑 龙人可能就是丹尼索瓦人 但另一些人不认账 因为龙人的头骨里没有下河 压根比不了 那我们是怎么知道 丹尼索瓦人的存在的 故事得追溯到2008年 科学家在阿尔泰山脉的 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小块植骨 是个5到7岁的小女孩的 距今大概4万年 因为山洞够冷 这根骨头保存特别完好 几年后 科学家们居然成功提取出了DNA 然后和现代人类 尼安德特人做了对比 结果吓一跳 它的DNA虽然和两者都接近 但又足够不同 也就是说 它不是复制粘贴板的旧人类 而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物种 之前压根儿没人知道 这个隐藏人种的存在 于是科学家就干脆 拿它所在的山洞命名 叫它们丹尼索瓦人 后来科学家又在同一个洞里 找到了三份更多的DNA虽瓦人化石 包括几颗牙齿 虽然这些牙膏盖大小的碎片不多 但信息量爆炸 现在的研究还不能确定DNA虽瓦人 到底是哪来的 有种猜测是 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后代 就是那种长得特别像我们 有长腿 短臂 适合徒步登山 打卡的早期人类 大约70万年前 部分直立人从非洲出发 一路迁徙到了欧亚大陆 成为了后来的祖族们 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原祖 差不多37万年前 这两个族群一拍两散 开始分头行动 尼安德特人往西走 跑去欧洲和西亚 而丹尼索瓦人往东边出发 扎根在东亚和东南亚 它们还真不是宅人 有的丹尼索瓦人居然横跨汪洋 漂到了菲律宾 新几内亚 甚至更远的岛屿 直接穿越了华莱士线 也就是把亚洲和澳洲物种 隔开的分界线 最近 科学家们又研究了 东南亚很多现代人的DNA 发现一个惊人的事 丹尼索瓦人 很可能不是一个统一物种 而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古人类 而这三种里 有一种和其他丹尼索瓦人的差异 甚至跟尼安德特人 和他们的差距一样大 简直是三条平行线 那你以为丹尼索瓦人早就灭绝了 其实不一定 有研究表明 某一只丹尼索瓦人 可能比尼安德特人活得还久 甚至有可能在三万年前 甚至一万五千年前 还在新几内亚和现代人一起生活 如果是真的 那他们就是除了我们现代人以外 地球上最后一批人类了 是不是听得头皮发麻 谁能想到 这颗星球上最后的另一种人类 可能就在你隔壁岛生活过 这些惊人发现 是科学家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研究的一部分 他们发现古代亚洲 其实根本不是啥边缘地区 反而是人类进化的超级混战区 各种版本的人类 你方唱罢我登场 多得像换皮肤似的 尤其是像菲律宾这样的地方 居然还有被新发现的古人类物种存在 科学家们现在才恍然大悟 东南亚的岛屿 简直是早期人类的大型交际场 深入了解这些古人类 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还真有 研究他们的基因 有可能帮助我们搞懂 现代印尼及周边国家的人群特征 甚至可以改进当地医疗保健方案 这操作听着是不是突然很有未来感 研究人员还在他们的DNA中 发现了一些特别线索 能追踪出人类祖先之间是怎么分家的 大致人从非洲出发时 他们和其他古人类还组过家庭 留下了不少DNA传家宝 一代代传下来 到我们身上还能测出来 那问题来了 为啥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都灭绝了 只有我们智人活下来了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